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晚至到明30日因水气增加,桃园与北极蓝平地将转为有短暂雨的天气,随着东北季风携带的冷空气南下,北台湾最低温与今日相比再降2、3度约18度左右,其他地区则在20度左右。 据中央气象局预报,降雨方面,明日因迎封面北部及东半部水气再度增加,因此桃园与北极蓝平地的降雨几率提高,转为有短暂雨的天气,而华东也有零星的降雨,至于中南部则维持倾倒多云的天气。 温度方面,随着东北季风携带的冷空气南下,明天为台湾的气温将会下降,预计清晨低温约18、19度,和今天相比有2、3度的降幅,而其他地方的低温则在20、21度左右。 白天北部及宜兰花莲由于云多加上冷空气影响,气温上升幅度不大,高温约22到24度,其他地方则在26度以上,尤其中南部更可以来到28、29度。 整体而言,北部及宜花整天感受都较为偏凉,而中南部则属于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。 台湾附近的东北风相当强劲,各沿海地区,澎湖、金门、马祖、绿岛、蓝宇及临近海域亦有9至11级强阵风,而北部、东半部、寒蓝宇、绿岛、横川半岛及马祖沿海今晚仍有长浪发生的几率。 海边风强浪大,浪高可达4至6米,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。 明日,受东北季风增强携带境外污染影响,云嘉南为红色警示,对所有敏感族群不健康,其他为橘色提醒,对敏感族群不健康至普通等级,局部时段可能达红色警示,指标污染物为细旋浮为例。 云嘉南局部地区及花东部分地区有扬成发生。